OK 來,那既然上次我們有談到 關於空性的好多個例子對不對 那我今天要 剛剛有幫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舉了哪些例子是關於空性這件事情 那 我再講一下 這是裡面蘇忠祐說到的 假如呢,在一個沒有人的空間裡面 沒有人的空間裡面 那在桌上呢 出現了一支 這個是什麼 可以幫我寫一下,這一支是什麼 線上的朋友可以幫我寫一下 這是什麼 購你晚安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一下 這是什麼 都沒有人寫呢 這樣子怎麼演得下去呢 這支看不到嗎 這支看不到嗎 看來我們的時間Lag很 有一段啊 Tide晚安 維麗晚安 好 維麗看到這一段了嗎 藍筆 非常好 有人也說是原子筆 OK 好,那我現在在問各位 一樣在同樣沒有人的房間裡面 我也不存在 我也沒有進去這個房間 但是呢 在這個房間 跑進來了一條狗 他看到跟我一樣的這個東西 那請問你覺得 這隻狗 看到的是什麼 可以幫我寫一下 發揮一下想像力 如果狗 一樣看到這一隻 他會覺得這是什麼 我認為是筆嘛 對不對 那狗呢 骨頭 講得非常好 還有嗎?還有其他答案嗎 骨頭 肉條 水啦 好,講得好 小棍子 對,OK 還有咧 有人說是這個結牙棒 有沒有 但是 你看我們知道這是一隻筆 那但是對這個 小狗來說 摸牙棒 非常好 但是對小狗來說 他會認為這是一隻筆嗎 肯定不會嘛 對不對 因為他的心事裡面 他的心 跟他的意識裡面 沒有筆這件事情 因為狗他們從來不用筆 對不對 但是他們看到的時候 欸,這可能是個玩具 這可能是個磨牙棒 這可能是一個有趣的東西 欸,來聞聞看 咬咬看 他可能就直接吃一吃了 舌頭舔一舔 對不對 OK 所以 這說明一件事情 同樣一個東西 在每個物種 眼裡 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 那這一隻筆呢 他要表達就是 他是空性 他可以是一隻筆 他也可以是結牙棒 他也可以是玩具 對不對 他可能對貓來說 是一隻 像佩傑 我們家的佩傑 他就很喜歡 看到桌上這個 他就把他從書桌上撥下去 然後聽到咬咬掉在地上的聲音 他就很開心 所以對他來講 這是他的玩具 只要我們每一次筆放在桌上 他都一定幹這個事情 所以 對貓來說 對佩傑來說 這是他的 漁性節目 小樂趣 那對狗來說呢 這是一個結牙棒 對不對 那對我們來說 這是一隻筆 那事實上 這一個 這一個物質 是什麼 取決於我們 怎麼看它 對吧 這就是 所謂的空性的意思 所以我們前面花了 蠻大的篇幅 在講關於空性這件事情 那 今天也要帶到 關於種子這件事情 好 我再問各位一個問題 現在20人了 我手邊有幾個定數機 我想要問一下大家 幫我講一下 我們分ABC三個定數機好了 OK DORA晚安 換選晚安 這個定數機 對不對 這個是A定數機 這個應該是大家一般 常見的 定數機 這個是A喔 好不好 等一下來幫我 分享一下 哪一支比較好用 這是A 看到嗎 A這個是很常見的定數機 好 這個是B 常見的 這也是一種定數機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 紙打動 然後把它串在一起 這也是一種定數機 對不對 這是B 好不好 這個是B定數機 這是B 你一定見過 好 B OK 好 第三個 這個就厲害了 這是C 這是C定數機 好不好 C 是不是很大嗎 好 OK 這三種 A B C 幫我寫一下 請問一下 A定數機 好用 還是你覺得 B定數機 好用 還是C 這種大支的 比較好用 幫我留言一下 幫我寫一下 好不好 我來看一下 大家覺得哪一種會比較好用 登登登 A A幫我寫A B 幫我寫B 好不好 所有上線 余貞晚安 這是B 這是C 都好用 孟漢晚安 看要定什麼 定書 我們一樣定書 好不好 有沒有 把這本 當和尚 遇到鑽石 定起來 好不好 要看資料量 多寡決定 好問題 一般工作的厚度 很厚應該是C 方便 好 還沒有別的答案 在線上的朋友 都要跟我講 看什麼場合 但我通常比較常用A Charles晚安 哇 Charles第二次見了 B 我們現在的題目 剛進來的朋友 我們現在的題目是 請告訴我 A 總共有三種定書機 可以把書本 裝定成冊的 也不要說書本 書本太厚了 就是一般的這個 幾頁 大概十來頁 二十頁都 都可以 A好用 還是 B好用 還是 C好用 幫我寫一下 晚安 晚安 C 比較大 哪一種好用 幫我寫一下 論文適合C 好建議 那如果論文是抄襲的話 哪一種好用 論文是抄襲的話 應該他用不到定書機 因為別人幫他做好 B好用 德權覺得是B好用 因為可以綁起來 明方晚安 B感覺適合會計 B 余貞覺得A好用 方便嘛 對不對 好趕快幫我寫一下 B B的笑 論文用抄襲的 就不用定書機了 抄襲的話應該都很好用 對 因為他根本都不用 AC都買 好喔 B感覺好像比較 比較 會用在什麼 這個 比較算是 裝訂成冊 然後收藏起來 對不對 例如我們那個帳本 會計說你要保留 十年的帳本 那這個就要把 裝訂起來 用B 好吧 在最後十秒鐘 幫我寫一下 A不是打 B不是打動機 是啊 這也是某一種的 定書機 好 7 6 5 每一個都要回答 因為這個回答 對你 會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 每一個人都要回答 B不管幾頁都能用 打幾頁都要扣才 真 沒錯 OK 好 B感覺適合 加頁或三頁的時候 比較合適 正確 你們講的 老師公佈答案了 為什麼自稱老師呢 不是 學長公佈答案了 他根本不care 好不好用 會在意資料 應該都選最大的 好 學長要公佈答案了 你們講的 都正確 但是 我的答案不是這個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要有定書真的 才好用 要定書真的 才好用 聽懂我的意思嗎 要有定書真的 我不管你是多大的 多小的 或者是 裝訂成色 要有定書真的 才好用 聽懂這一句的 請幫我寫聽懂 好不好 聽懂這一句的 請幫我寫聽懂 聽不懂的也沒關係 幫我寫不懂 因為 我還沒有講真正的原因 聽懂 為什麼聽懂 要告訴我一下原因 為什麼你聽懂 建德晚安 我嚇一跳 會不會建國上來 建國是不會上來的 是建德 聽懂 懂 哇大家這麼有慧根 好 聽懂 重點是什麼 這個就來了 我們已經進入 非常重要的主題 這一些 不管A Sorry A B C 定書機 不懂 沒關係 我非常欣賞你 就是我們要來學的原因 因為定書機 不管是A B C 它都是空性 它就是我們講的空性 而定書真 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種子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台定書機 而沒有定書真的話 它可不可以work 它可不可以工作 它可不可以工作 它有沒有它的效能 它有沒有發揮它的潛在的價值 看來是沒有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不管用什麼樣的定書機 你用的是 你用的是 不管是Hello Kitty 或者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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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大的 而且一次可以壓100頁的定書機 或者是說 非常可愛的 有卡通圖案的 任何的定書機 聚焊丸 你有很棒的工具 但是你沒有 在定書機裡面放下了定書針 那事實上這個定書機是沒有用的 OK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就是關於 定書針就是我們的種子 我們一定要種下種子 才能夠讓定書機 發揮它的效用 聽得懂嗎 如果我講到這邊的話 你覺得 目前到現在為止 你聽得懂的幫我寫 懂 好不好 幫我寫懂 我才可以繼續進行下去 要把這個觀念先搞清楚 定書機 跟定書針的關係 你可以有好多種的定書機 但是如果定書機裡面完全沒有定書針的話 那就算你是可以壓100頁的書本 那它也是沒有用的 OK懂了 非常好 謝謝你 那光這個定書機 這個簡單的故事 我就要跟各位說 什麼是種下種子 種下種子就很像我們 被定書機放下了定書針 它才會起作用 那如果這兩個缺一不可 如果這其中缺了一個 它是不會完成的 那我上次有說到說 我要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為什麼當時 會在2015年的時候 去認識到JOMALON 這一個品牌 那這個是親身在我身上發生的事情 我記得我在2012年到2013年的時候 2013年來到了南京西路 現在這個地方 那時候是我們公司狀況最慘的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二樓這個展示間 是完全空無一物的 連冷氣都沒有的 那連冷氣都沒有呢 我們那時候沒有錢 然後所有的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要自己去買來 那我記得當時呢 我們那時候 因為房子的定金是五萬塊 我們這也不貴 當時現在當然漲價 當時才兩萬五千塊 那兩個月呢 就是五萬塊 那我們有一天就開始 找JOSH的朋友 因為他的同學 爸爸是在裝冷氣 修冷氣這樣子 也在買賣冷氣 那我們就想說請他來幫我們 找兩三台二手的冷氣呢 幫我們裝上去 那結果裝了三台之後 全部都二手的 正好 裝起來多少錢 五萬塊 整整 結果我們就 我們這個樓上好心的房東呢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房東 他也真的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 他看到我們買冷氣 因為他自己本身沒有幫我們裝這裡嘛 他就問我說 那這樣冷氣總共裝多少錢 我說老闆娘沒關係啦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預算要裝的 那也都是二手很便宜 那就這個 他說沒關係 你總共這樣裝多少錢 我說五萬塊 他說那不然這樣好了 五萬塊那個定金就不用付了 你們就拿去當作買冷氣就好 哇我們就遇到了這麼高貴的 高貴的房東 就是非常的感心 體念我們一開始非常的辛苦 那這不是故事的重點 我只要跟你開頭說 我們在即便創業了前面的七八年 我們還是非常辛苦 連冷氣都快買不起了 那來到這裡之後 我記得在2014 當時我不是說 我們有被這個 同事呢 他離開 他背叛了我們自己去 開了一間公司嘛 然後跟我們在網路上做對打 這件事情 後來 他一直都在做跟雅虎做 因為雅虎是當時最大的平台 幾乎所有百分之九十二訂單 如果你不跟雅虎做電商的話 你基本上是沒有辦法生存的就對了 所以他幾乎是佔市場上百分之九十 在2014年來說 他是相當 相當大 相當有 相當有實力的電商 因為當時手機還沒有 完全很普遍 所以從手機購物是還沒有 開始 崛起就對了 那 所以 入口網站 電腦購物就是 電腦的購物就是當時的主流 所以雅虎他佔了非常大宗 因為他有 Protosite 就是入口網站的優勢 那 後來 我記得他離開之後 我們開始 被攻擊的亂七八糟很慘 所以才輾轉搬到這裡來 那當時 同事就只有我跟Josh還有Yoga三個人 其他 都 都拜拜了 都離開了 我也請他們離開了 後來 我們開始 除了做男生寶網站 本來的男生寶網之外 我們也做了平台 那包含當時的 像是 保養品之類的東西 我們也開始做 那 當時有很多 像是雅思蘭黛 嬌蘭的保養品 或者是說SKII 那原先我是賣 男生的嘛 所以這些路線 我們本來就都有 那後來開始轉 做女生 女生的SKII 女生的Shiseido 百憂金純武雙 這些 我們就開始慢慢的 小中瓶 小黑瓶 就是當時 為了在市場上求生存 就開始做這些 那 在那個時期 我們算是只能夠溫飽而已 那 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 因為 我要跟雅虎約 見面的時候 我要開始跟他談說 我有什麼 東西 保養 因為以前都是 背叛我們 離開的這個人 他出去的時候 都是他跟雅虎的窗口 聯絡得比較密集 那我這個 我這個老闆 反而是沒有跟雅虎的窗口 有任何的聯繫 那當他離開之後 我試圖跟雅虎的窗口 做聯繫 那我整整連續 聯繫了一整年 他都沒有鳥我 因為我根本不是個咖 當時雅虎的這個 負責人他主要的主力 也是在跟 離開 背叛我們的這一個 這個 這個同事呢 跟他有比較好的聯繫 所以我 聯絡了整整一年 同樣的很簡單 當你狀況不好的時候 誰鳥你啊 對不對 人家一定 不可能慢慢培養你長大 一定是 一定是 你自己要先 努力過一段時間 那 他一定是立刻 跟現在就可以 有成果的人合作 這個是很正常的事情 後來 我們還是一樣 就是在賣這個 保養品賣了 一整年 只能夠就是 發我們足夠三個人薪水 然後付房租 這樣的生活 那 我記得當時 最主要原因就是 其實 其實我有大概 在我2014來到這裡之前 我有整整五年的時間 因為跟我 媽媽吵架 所以我 五年的時間 沒有回家 那 沒有回家的過程 一直到後來 這一段故事 我們 可能另外之後再講 那 當我回家之後 我才發現說 哇 我看到我爸爸 五年喔 你要想想看 一個做孩子的 五年沒有回家 跟 爸媽見面 那 再一次看到 父母的時候 父母的 頭髮都白了 我爸爸本來 胖胖的 都變瘦了 那 你知道這個 就知道是 孩子多麼的不孝順 那 當時我回到家 之後 我才發現說 哇 我真的是 很不孝 就是 都沒有好好的 對 對自己的父母 那 包含說 因為你沒回家 你也不可能 拿一些 所謂的 台語說的 Sophie 回家給父母 對不對 你都不會做這些事情 那我那五年呢 就是一直不斷的在 外面 每一年呢 就是在同學家過年 或者在朋友家過年 我就是不回家 因為我跟我媽 吵架 關係很不好 很緊張 那 我知道回家之後 正好那個時期 我媽媽 我回到家之後 我才趕快把我 手上僅有的錢呢 趕快先 拿了十萬塊 回家貼補家用 那也在那個時期 很不巧 我的媽媽 淋巴癌 那當時發現的時候 是第二期 還算 可救 就是有救對不對 那 我才知道說 哇原來措施這五年 真的是 很不應該 後來我才 開始知道說 不行我應該 在 媽媽這一段時期 就是雖然我的經濟狀況 也還沒有很好 但至少還可以 溫飽 那 我覺得我應該 要 就是 做一些 家裡的 一些 一些 資金的 這個 給予就對了 就是 給爸媽 那我記得 在2014年的時候 當時我看了 李嘉誠的Facebook 那我當時我也看了 當時尚又要賺錢 那李嘉誠呢 他的Facebook裡面 有一次他寫了一篇文章 我覺得很 非常相當的感動 他說 欸 很多人在經商啊 都會 古人說嘛 你要重視 天時 地利 人和 對不對 天時 地利 人和 這個是做生意最重要的 基本的三元素 那我想先問各位 天時 地利 人和 可不可以告訴我 哪一個是最重要的 HTC晚安 可不可以告訴我 天時 地利 人和 在做生意裡面 哪一個是最重要的 幫我寫一下好不好 幫我寫一下 天時 地利 人和 哪一個是最重要的 天時 人和 人和 各有答案 天時 地利 人和 晚安 答案是晚安 人和 人和 非常好 大家都要寫喔 天時 地利 人和 人和 總共要有28個人寫喔 好不好 沒有寫完 就是直播不開始 不是 人和 天時 地利 人和 哪一個重要 人和 德權也說人和 我看一下人和 人和 Jacy也說人和 好 再給一個答案 有沒有 天時 地利 不能超支在我 但人和可以 講得好 好 天時 OK 我要公佈答案了 他這一篇呢 李嘉誠說 所有做生意的 天時 地利 人和 三個都很重要 但是有兩個人答對 叫做天時 因為其中有一個是我同事 所以不算 天時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天時 時機 你要了解 張忠謀 如果沒有在半導體 崛起的那個年代 進入了這個產業 他今天不會成為台積電的 董事長 不會成為世界級的 經理人 所以是 張忠謀的能力很好 還是 他的時機很好 聽得懂嗎 這就很像我們常講的一句 是時事造了英雄 還是 英雄造了時事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是時事創造了英雄 還是英雄 創造了一個時代 是哪一個 可能我們這個有lag 等不到你們答案 我告訴各位 其實是 時事造英雄 對 如果沒有這個時機的話 今天張忠謀 張忠謀那時候出社會的時候 他最大的產業是 汽車產業 他那個時候是 汽車 汽車當道 他因為為了跟福特汽車 溢價 跟他講說 讓我多一塊美元 然後福特汽車拒絕他 他說那算了 後來他去投入了一個 還沒有發展起來的 德州儀器 然後一進去 就幹了30年 就幹到了副總 所以才會有回來 50歲的時候失業回來 到台灣這一段 公園院找他回去 公園院找他回來台灣 所以這個是時事造英雄 那回到李嘉誠這一段 他說天時地利人和 其實最重要的是天時 然而天時 就是你的父母 所以 你一定要 投資你的父母 也就是說 很多人呢 都知道 生活 自己都過不下去了 就是父母 要拿錢給父母 父母說 你先把你自己照顧好 就好了 你不用拿錢給我 你先照顧好 很多父母都 希望自己的孩子 不要 不要成為自己孩子的負擔 所以孩子要 回饋他們 所以他們說 不用不用不用 那其實呢 他覺得正好要反過來 父母 他一定不會跟你 但是你一定要 投資給父母 因為 回饋父母就是 投資你自己的天使 因為父母是天啊 父母是天 聽懂我這句話的 幫我寫懂 聽懂我這句話的 幫我寫懂 好不好 父母是天 所以你要投資你的天使 懂 好 OK 所以 我當時呢 就開始 按照 李嘉誠說的 我要趕快 投資我天使 更何況 我中間錯過了五年的時間 所以 我一定要 加緊補足啊 那當時 回去沒有多想 正好媽媽又遇到癌症的問題 所以 我請所有的 能力 就是手上 就算沒有很多的 錢呢 我都還是 一定每個月要按時 繳交回去 那 我有說 在我常常有故事裡面 說到我叔叔 那我叔叔 他因為沒有結婚 所以 他也是我投資的對象 所以 我一次 每一個月的 孝順 孝順 基金呢 都一定要給我叔叔一份 OK 那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後來呢 我開始去找 我們開始就固定座 固定座 然後 後來遇到了 那個 我當時不是跟 雅虎的這個窗口 PM 約見面 我記得我當時 我整個2014年 約他呢 都約不了見面 因為他根本不需要跟我見面 我根本沒有辦法帶出產師出來 那 我當時也只是 在平台上面 放一些保養品賣而已 那直到有一次我要跟他見面的時候 正好在 我記得我 一開頭跟他 約見面就是 2013年的11月 我整整約他到2014年的11月 有一次呢 11月活動結束之後 他 那個時候就 MSN 那時候還是MSN的年代 他就敲我了 因為那一天正好 週年慶做完吧 他可能比較有空 他就說 你找我 我說對 我找你很久了 找了幾乎快一年的時間 我心裡講 我沒有跟他說 他說你找我什麼事嗎 我說 我想跟你見面聊聊 讓你知道說 我有什麼商品 然後可以配合的 然後 他說 他說 那你 東西先準備 但事實上他也沒有 要跟我見面的意思 那但是我們就在 閒聊的過程當中 我就跟他說 我們就聊到說 他有一個兒子 那我說你小孩幾歲 他說他小孩子兩歲半 那兩歲半還很小 兩三歲才剛講話的過程 那我就說 那你兒子叫什麼名字啊 他說 我兒子都叫我 就叫他自己叫鋼鐵人 哇 我那時候業務的腦袋 燈靈光一閃 我想說鋼鐵人太好了 我禮拜五跟他談完 MSN之後呢 我禮拜六馬上去玩具 反斗城 買了一個鋼鐵人的面具 我禮拜一的時候呢 就立刻快遞寄到他公司去 然後寄到他公司去的時候呢 他就敲我了 我當時我就跟Joy說 我說 Vivi一定會敲我 結果果不起來 下午的時候 Vivi就敲我了 他敲我的時候呢 就說 他很驚訝 我居然買了一個這個 特別的禮物給他的兒子 然後呢 他就說 那我們 約時間見面吧 就禮拜一收到之後 我們禮拜三就見面了 那他在見面的時候告訴我說 你準備一下你有什麼樣的商品報價單 我看一下你有什麼菜單就對了 那我準備了非常多 非常的詳細 然後到了見面的那一天呢 我拿出我的菜單給他看 結果他一看 發現說 不行啊 你的東西都跟人家差不多 沒有什麼特色 價格也沒有比較好 因為 當然喔 因為背叛我們出去的 我們的供應商都是同一條路線 所以當然 他有的我也有 所以我 並沒有什麼競爭優勢 那當時呢 Vivi就告訴我說 不然這樣好了 既然 反正你也沒什麼特色 那 最近呢 很多人在問 關於JOMALON這個牌子 那因為當時市場上 完全沒有人認識JOMALON 那我就說 蛤 JOMALON是什麼 他說 他也不知道 但是很多人開始有問他 所以 他們注意到了這個牌子 那我說 好 他說 那如果你沒有其他的特色 那你就先去找這個吧 那 從以前 開始做香水到現在 沒有任何一個品牌 可以 光一個牌子 稱霸香水市場 沒有 唯獨當時只有JOMALON 那因為我也不認識JOMALON 我還特別跑去了專櫃 當時只有一個專櫃 就是在微風廣場 只有一個專櫃 台灣唯一只有一個 那我還去裡面一看 結果一看我嚇到 裡面居然有 一樣的瓶身 30ml跟100ml 然後 長得一模模一樣樣 只有裡面水的顏色不一樣 那還有口味不一樣 其他瓶子都一樣 我想說 怎麼會有香水 因為以前的 以前我們認識的香水 商業香 像CHONEL 它一定有包包啦 皮件啦 衣服啦 對不對 鞋子手錶之類的 周邊 然後才會有出一個香水 愛馬仕也是 愛馬仕有包包 皮件 對不對 手錶這些 然後才會有出它的香水 CHLOE也是 所以你所認識的 所有的品牌 都一定是 它賣了很多其他的 精品類的東西 才會來賣香水 很少有一個牌子 居然會是 它就是專心只賣香水 而且一次給你 就是四五十種味道 我來說嚇一跳 那我覺得最誇張的是 它的定價 居然定的跟香奈兒一樣高 以前我覺得香水大概買個一千 兩千就很貴了 它居然把價位挑戰在香奈兒四千 四千二的水位 當時啊 一百莫四千二吧 那 三十莫好像是兩千二左右吧 我記得 兩千二還兩千三 那 我當時就覺得 哇 這個牌子實在是 未來可以發展得起來 我自己也抱著很大的懷疑 那 但是因為 我已經退無可退了 對不對 所以只好姑且一試 那姑且一試呢 就是我開始跟我同事優感 然後 我姐姐 然後 當時我已經認識Julia Julia也從美國幫我們進貨嘛 那 我也開始請Julia 還有我們認識一些國外的廠商 開始找關於JOMALON這個牌子 欸 那我也把這個牌子呢 跑去找我們這個後車站 如果大家知道後車站有很多批發商的話 有一些賣香水的批發商 你們應該或多或少都知道 那我也 拿著JOMALON跑到了這一些供應商 我記得當時有 我們自己背後有七家台灣的進口商 我拿著JOMALON跟他們 一個一個說 JOMALON 欸會不錯喔 我覺得有可行 可行喔 那 我就問他們要不要進啊 因為如果他們可以幫我們進口的話 那我們在網路平台上面做 那當然是最棒的 我們自己也不用壓太大的成本 結果呢 我問了 一家 我問了兩家 我問了三家 他們都跟我說 欸沒聽過欸 這個牌子 不知道欸 不知名 然後問了第二家 他說 欸 嗯 這個我們這裡 只做那個大色貨 那如果沒有聽過牌子 我們是不會輕易嘗試的 那 然後問了第三家 第三家說 嗯 我問問看國外 結果他問了國外 可以 然後我問他說 那價格怎麼樣 他說 100M的齁 3850 我聽到我傻眼 欸 我 原價4200 成本3850 那等於是沒有折扣啊 那做這個不是浪費時間嗎 對不對 結果後來 我問了好幾家 我總共問了七家 那 所有跟我講的答案都是 欸我們不會做這個不知名的牌子 欸這個 只有單一賣香水應該不會紅 我得到了七個答案 全部都是說NO 所以我們只好自己從國外找貨回來 結果當時呢 我又回頭找其中這一家 第三家 他跟我說 3850 我說好 因為我們從其他管道找呢 換算下來 大概的價位就落在這邊 等於是幾乎沒有什麼利潤 那當時因為我已經退無可退了 就是我已經沒有什麼 我已經沒有什麼資源了 那我也不能先看利潤 因為我如果要在Yahoo面前展露頭角的話 我一定要有跟別人不一樣的特色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好 3800我進 那結果他跟我講說好 那你要進的話那一次要80萬 哇靠 我拿來80萬啊 我又開始運用我的三寸不爛之蛇 就開始跟朋友說 欸你要不要投資我 我開始去借錢啊 借錢投資啊 結果果然 把這個錢80萬拿給他之後呢 我們也搞了三個月 貨財回來 但是那個時候呢 Jumar龍在市場上 就是因為沒有人有 而我們是在網路上的第一家 所以包含其中一個供應商 3850我也收 那國外我們發展的路線 3700的我們也要收 那Julia他也開發了他的路線 然後我們也是照收 反正價格就是很爛就對了 但是我們要為了要做出差別呢 我還是要進 因為為了要讓別人看到我們 那當時Yahoo是好多幾百家的供應商 那我們是非常小咖的貢獻額 那但是沒有想到 Jumar龍開始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是第一家 在網路上面賣 然後我們是唯一供應商 沒有人知道 後來開始賣著賣著市場 開始接受度越來越高 我們等於是不管進口多少 資金的錢進來之後 就是可以賣多少 後來突然變成王牌了 你知道嗎 就是進了300萬的貨也賣掉 進了400萬的貨也是一兩個月內就賣掉 因為當時市場就是非常缺這個東西 那我後來再回頭問這些供應商 你們要不要進 他們也是無動於衷 你知道嗎 就是完全覺得說 這只是個短暫熱潮 應該不會很持久 但是 我還是雖然價格不好 我跟你講我在Yahoo的價格 Yahoo要抽成 對不對 三千 三千 三千八百五 那我賣原價四千二 那賣原價四千二 三千八百 這樣子利潤多少 立刻算一下 350塊 我才350塊的利潤 但是我要不要做 要啊 350塊 還沒有給Yahoo抽成 還沒有算運費 我告訴你Yahoo抽完之後 跟這個運費付完之後 你知道我賺多少錢 壓了三千八百五的成本 我一隻只賺八十塊 80塊 可是呢 沒關係 我知道 我要先得名 我才能後面有利 那當時 因為Yahoo真的賣得很好 因為舊馬龍就是我們獨家提供嘛 後來本來MOMO不跟我談的 MOMO早就已經不鳥我很久了 結果MOMO買了Yahoo的貨 後來發現 怎麼是配解股份有限公司 他就打給我 然後這個MOMO的PM很好笑 他就打他給我的時候 他說 JOMALON是你家的 我說對啊 他說你有這個東西 你為什麼不跟我講 我說 我跟你 我跟你說了 你不知道這個牌子啊 那而且我之前要跟你談其他商品 你都不讓我過啊 就是認為我價格不好 那他就跟我說 沒關係 現在你JOMALON一部分過來 我一定要有JOMALON的貨 因為他找不到第二家供應商 我就 好 那我就一部分 但是我跟他講 我也是很懂談判的 我說你之前沒有讓我上的商品 那一些JOMALON呢 對我來說沒有利潤 但是 我要上其他商品品項 你要讓我過 因為那才是我有利潤的來源 他說好 那你要上什麼 你跟我講 他就幫我把安排上去 所以我就 夾著JOMALON沒利潤呢 帶著一些有利潤的商品 然後讓我 可以在MOMO立足就對了 好 那所以 當時 我們在JOMALON 崛起的過程當中呢 我覺得並不是平白無故的 去知道這個商品 那後來 這個商品在 因為我知道沒有利潤 但是我還是賣了非常久 大概賣了一兩年的時間 結果突然有一次呢 Julia就在美國告訴我說 欸Alton 有針管 他說國外 國外專櫃有釋放他一些針管 問我要不要 要不要試試看 我說要啊 當然要啊 針管這個好東西啊 而且JOMALON 用四十幾種味道 根本很多人不認識 也不會花四千多塊去買大的 然後 我就問他說 那這樣價格多少 他說一支三十塊 我說好啊 三十塊有多少 全部買回來 他說當時大概兩三千支 那兩三千支的時候 我就開始回來自己計畫 我 我當時我也沒有什麼行銷人員 我就是自己思考 那 因為市場上也沒有針管 那我就決定 針管兩支 一個組合 那 通常呢 一般的廠商都會 假如說兩支的話 成本就是六十嘛 對不對 他們可能就是加了 三十塊 五十塊的利潤 然後就把它定價出去了 可是我不是這樣思考 我覺得我沒有那麼笨啊 我覺得市場上 因為JOMALON 很多人喜歡 可是很多味道他們沒有聞過 他們一定會在網路上 先買針管來試想 那如果針管做二入的話 我一定要訂 一百莫 四千二的十分之一的價格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嘗試 那四分之一 十分之一的價格 四千塊十分之一的價格 就是 四千嘛 不是 四百啦 所以我訂了三九九這個價格 兩入 所以兩入多少 三九九 三九九 成本六十 所以我的兩支針管 我就賺三三九 我告訴你 有一句話我常講 傻子做久了會變天才 什麼叫變天才 就是針管 那時候 我要告訴雅虎的PM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相對保守的人 我跟他講說我要賣針管 他說你不要把針管 人家都是當贈品 而且都非常瞧不起針管 你不要賣針管 害我這個業績不好非常難看 我說 姐 你相信我 針管一定會試 一定會大賣的 因為 JOMALONE四五十種味道 大家不會一次就把錢 四千多塊花下去 他們寧可花十分之一的價格 然後來買針管 然後他本來拒絕我了 一個多月 我還是不斷地跟他說服 我說 你就看在我前面JOMALONE成績做出來的 你讓我試試看 那試不行了 再下架沒關係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試成功了呢 後來呢 再隔了兩個星期之後 後來他說 好吧 那你就試試看 如果不行我要立刻下架 我說沒問題 你就讓我試試看 我們一起試 結果一試上去之後呢 針管味道全部都有 什麼清零羅勒 那些 哇 橙花 紅玫瑰這些 全部上去之後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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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上 全部一掃而空 那兩三千隻賣光 後來我趕快問ABC廠商說 那你們有沒有其他的這個 其他針管 趕快 然後 我就跟他們講說 一支三十塊我跟你收 結果這個ABC廠商就開始陸續 這個針管就一直往我們身上這邊過來 所以 我們當時開始 做糾麻龍做了兩年 沒有真正賺到錢 可是我們在市場上闖出名堂 那也因為針管之後 傻子做久了 就變天才了 那我們開始 賣針管 才開始真正賺到錢 那我在賺到錢的時候 我有還是想到了 這個 當和尚遇到鑽石裡面 這本書裡面 有說到 就是 種下種子這件事情 我就要告訴各位種子 那我前面不是有講說 李嘉誠說天時地利人和 是最重要的 一般中國人的思想都會認為 人和 人和為善 這個是最好的 事實上 我們要投資的是天使 如果你做生意 或者你做 不要說做生意 就是我覺得 任何一般職員 我覺得你都要投資天使 就是投資你的父母 後來呢 我知道我自己 曾經五年沒回家 沒有好好投資自己的父母 那所以我錯過 我生意沒有做得很好 那我開始把這一段補足 我不光自己補足之外呢 我還想到了 我的同事在台北生活 一定很辛苦 你看像舊許哥那時候 我們沒錢 他一定也沒拿錢回家 對不對 然後自己也很瘦了 他爸媽也變瘦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開始想到 我的同事 一定在台北生活 也不好過 那如果我們有賺到錢的話 我們應該拿出 公司 營業 減掉 成本 所剩的毛利對不對 那毛利呢 還有營業這些費用 扣掉之後的淨利 淨利裡面撥 10個percent 然後呢 跟所有員工的 跟所有員工 要他們媽媽的 銀行帳號 我們要把這10個percent 存進去每一個人 每一個媽媽的帳號 而不是我們的帳號 我當時就發心了 我覺得自己曾經錯過了 投資天使的時機 那我不希望我的同事 也錯過了這個 這個重要 種下種子的機會 所以我們願意把公司 十分 就是淨利的十分之一呢 就是分享給同事 員工同事的媽媽 當成媽媽的這個孝順基金 那這個從2014年開始之後呢 我們就這麼的做 那一直做到現在每一個月 也都是照著這個計畫在執行 所以我們已經連續走了七八年的時間了 那我可以後來跟各位說 後面JOMALON沒有像其他供應商說的 他如此的短命 這個JOMALON的牌子 真正走了 在台灣市場上走了六年的大波頭的時間 而且現在幾乎你在街上跟人家說JOMALON 你一定會聽得到 你一定都知道這個牌子 那我要回頭跟各位說的就是 為什麼我們平常會比別人有更多的運氣 就是因為我們在訂書機裡面 有放訂書針 就是我們有種下種子 就是我們有投資自己的天使 就是投資你自己的父母 所以這一次這禮拜的時候 我又特別再把同事集合起來 我說我問他們有沒有投資自己的父母 我特別要求就是 為什麼有人買股票會賺錢 有些人買股票就賠錢 有些人買台積電 兩百多塊買他賺錢 那有些人同樣買台積電 有的人賺錢 有的人買在六百多 對不對 那有的人買在四百多 不贏不輸 對不對 那有的人輸了 那有些人買在好的價位 對不對 同樣一個台積電 他都沒有老闆沒換人 做的事情也是一樣 但為什麼有些人運氣比較好 知道要買在兩百多 那這就是天使 就是種子跟空性的關係 我剛剛講的空性 其實在剛剛這個故事裡面 已經有非常多的證明 例如說同樣一個JOMALON A廠商說 沒聽過 我們不投資 我們不會花錢去囤一個 不知名的品牌 對不對 他是不是錯過了 同樣一個JOMALON他錯過了 那第二個他說 這個可能有 但是我們只做大色貨 所以那個不會花錢去買 買這個小品牌 你看他也錯過了 那第三個說 嗯有 可是價格很貴 你要收嗎 那第四個就是 我這個呆子 我說不管有沒有 不管價錢多少 我就是要收 所以同樣一件事情發生 JOMALON是空性的 有人看到了機會 有人拒絕了機會 有人壓根就錯過了這個機會 所以JOMALON本身是個空性 那是什麼原因 讓我們遇到了JOMALON 是什麼原因 就是因為種下了種子 種下了對於父母的種子 所以你要說 我今天要告訴你們 孝順很重要也可以 你要說 投資天使很重要也可以 都可以 但是今天的重點 就是要告訴你 你有很多款的定輸機 HELLO KITTY的一般商務用的 你有這個B款的這種 這個打動機 或者是非常大的 很有效能的 這種定輸機都可以 重點是你一定要放定輸針 你一定要種下種子 好不好 那因為我居然花了直播時間 講到50分了 還有線上還有40幾個人看 比我們直播的人還多 非常謝謝你 聽我今天的故事 那我原先我覺得應該可以講得更好 讓你們聽得更明白 那如果今天我這一個 關於JOMALON種下了 種下了孝順基金的種子 而產生了JOMALON 這一個故事 可以幫助你理解 空性跟種子之間關聯 如果你聽得懂這故事了 告訴我 聽得懂好不好 幫我寫懂 回饋我一下 伊法王安 伊法王安 皮特東 其實我對 其實我對VV姐 其實我對VV姐 不好意思 因為VV姐會看這個節目 那我要把當年的事情還原 所以我要 我要把這個事情的經過呈現一下 懂 懂 好 各位同學 各位同學 聽學長的 不要只有懂 要把它實踐出來 例如上個禮拜 我們談完空性的時候 我要大家 用一個星期的時間 去思考一下 什麼叫做空性 好 今天的定書針 今天的原子筆 都再一次告訴你 什麼是空性 包含今天的JOMALON 也在告訴你 JOMALON本身無好 無壞 但是是什麼原因 讓有的人錯過了 有的人拒絕了 有的人說 這什麼玩意兒 有的人說 這個太貴了 不會有生意 有的人說這個 沒搞頭 要壓太多的成本 我不要 那 又是什麼樣的人說 就算沒有利潤 也交給我吧 傻子做久了 會變天才 今天的故事很精彩 謝謝 那這故事呢 這是我第一次 對著香水客戶 公開 這個 這麼完整的 內容 我希望 可以 讓你們知道 JOMALON本身 是個空性 是什麼原因 讓我們遇到JOMALON 是因為 我們 開始懂得 回饋父母 種下了 投資天使的種子 種下了時機 好 那 我也可以跟各位說 最後兩分鐘 種子種下呢 是不偏不倚的 是 命中率百分之百 你種下了好的種子 你就會得到 同樣的結果 你如果種下了錢 你就會得到錢 如果你給別人健康 你就會得到健康 就很像說 老師請問一下 不是 學長請問一下 呃 什麼是幸福 結婚 很像說結婚 是幸福的開始 然後有人說 不 離婚才是幸福的開始 那到底是結婚比較幸福 還是離婚比較幸福 事實上結婚離婚都幸福 重點是 你在什麼樣的處境之下 你會認為它是幸福 所以 幸不幸福的關鍵 離婚幸福還是結婚幸福 是 你當初的 處境 呈現出 原來結婚是幸福 原來離婚真幸福 鬆了一口氣 所以 離婚結婚 這個選擇好或不好 沒有好或不好 重點在於 你的處境是好還是不好 你會做出 你種下的種子 會得到 你種下的結果 它是不偏不移 百分之百的 原來之前 盆栽上的香水 是這樣來的 盆栽上的香水 什麼意思 對 好聞 OK 對 這個 離婚 結婚 沒有幸不幸福 就是 你覺得幸福 它就是幸福 離婚或結婚 它是空性 九馬龍是空性 好不好 謝謝你們今天 聽我的故事 那 記得 用一個禮拜的時間 下禮拜我們在見面之前 想想看有沒有什麼 是你可以做的 你想要得到什麼之前 你要先給別人什麼 好不好 如果你有之前 沒有做好的 千萬要記得 要趕快 加倍的努力 種下好的種子 如果我們今天 在網路上 酸言酸語 留了一些 負面的話 例如我常常看這個 看有一些人 攻擊競爭對手 或者是在政治上面 哇 講得知難聽的話 或者是匿名群組 去這個什麼 去這個 諷刺別人 嘲笑別人 你不要以為這個鍵盤 打一打 自己心裡很爽 我告訴你 心事種子一秒鐘 種下65顆 一秒鐘 種65顆 所以 當你在 兩三秒之間 寫下去 按下Enter 攻擊別人 酸言酸語 或講一些不堪入目的話 這一個心事種子 一次種了65顆 你最後得到的 就是 你的生意一定會 終將失敗收場 這是我為什麼 我從來不害怕 我的競爭對手 對我酸言酸語 對我黑言黑語 因為 我知道 每一次他一講 我就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他種下了 惡葉的種子 惡葉的種子 絕對會回到他身上 所以各位同學 如果 種種子 好的 也會得到 結果 壞的 也會得到結果 那你要種下好的 還是壞的 你可以決定 今天課程到這邊 下禮拜見 拜拜